今天是2022年8月11号 昨天下了一天的大雨 但是今天就开始晴天了 可以看一下我后面 我现在又来到西平这个九头村 来做核酸的 昨天东城那边是全员核酸 南城是没有的 只有这个九头村的一个点有 我估计是收费的 应该是六块钱可能 一会看一下 今天要做一个 因为也有很久没有做了 先过去排队吧 这个比较好 比较好 再来 我给你吃 这边是变成了 我们测完了 是免费大规模核酸 它如果是 非常规这种的话 就是混减五块 单减是十六 十分钟左右吧 就测完了 现在人不是很多 大概就二斩四人吧 速度还是挺快的 因为不用交费嘛 都是免费的 扫一下核酸码 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测得也比较快 好像现在的棉签换了 我记得以前那个棉签 那个头啊 棉头还是湿的 但是这次的是干的 应该就是普通棉签 最近冬瓜每天都会有安排 每个镇就是分批 然后每个镇也是一样的 它每个镇也不是所有地方都会有 也都是定期会有一些免费核酸 所以现在做核酸是挺方便的 冬瓜呢 它没有要求进一些场所 必须四十八小时啊 或者七十二小时 平自愿吧 大多数呢 还是挺自觉的 就是主动配合 打长车码 能测尽量测吧 今天这期就拍到这里 请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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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测词